HELLO 求生者們大家好 探頭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尤其是在掩體後面使用 可以更有效率的擊殺敵人 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探頭功能該如何使用吧 首先先到基礎設置 將左右探頭設計功能開啟 這樣左右探頭位置按鈕就會出現在操作面板內囉 探頭與開鏡按鈕轉身視角也打開 這樣就能夠直接按住準心去壓槍 探頭模式可以選擇混合模式 按住探頭0.3秒就屬於長按 另外探頭開鏡是否需要開啟呢 如果你是二三指玩家使用探頭開鏡 就能跟四五指玩家一樣提升閃身槍的速度 是非常實用的技巧之一喔 以上技巧你學會了嗎 我是漢堡我們下次見 掰掰 影片介紹了